即是看到一句說話可以入心 我會這樣說的 我們釋放是需要思想和討告的釋放 他先做了一個討告的釋放 即是在討告之中 他為牧師祈禱 或者耶穌賜給我平安喜樂 哈利多謝天父 但需要思想的釋放就是什麼呢 不要緊的他怎麼說我 即是他說我 即是當時他說你呢 就說你哭虎哭忽做什麼呢 不要緊的 他不明白我為什麼哭 不用放在心上的 可以放手的 不要緊的 他怎麼想我 人家怎麼想我不要緊的 我不死得的 即是他不會影響到我的 這樣呢 思想上 他說我這句說話不用介意的 那我們就可以放手了 即是就算那個人是有權變的人 我們也可以放手 但不代表排斥那個人 即是說他的說話有事 因為就算一個好人 有事都會說錯話 那他講錯話了 那麼我不用介意了 這一點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學到他說 不要緊要 不用介意 就算他怎麼傷害我 因為神保護我就可以了 你看看幫不幫到你 即是思想上 我自己做了很多思想上的工作 即是我經常跟自己說 神看錯我的 我真是努力侍奉 神喜悅的 即不是說我完美 總之我努力 神就喜悅的了 我都盡力處理生命 神喜悅的 所以人講的說話 攻擊都不要緊的 其實我們都經歷過 曾經試過有人來 這個群體 嘗試破壞的 是有人刻意破壞的 但是我們那時候和我們一起 那些領袖一起都去處理這件事 但我過程中我就深信 他破壞不了的 因為神會保守的 那我就不放在心上 如果放在心上 就說 這個人 這麼有恩賜 他很有恩賜 這麼有恩賜 為什麼會這樣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天國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教會有這麼多這樣的人 如果我這樣想的時候 我就會有很多負面的感覺 那我就放手 好了 他有他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然後呢 親近神就說 放手 每天 都蛮不到 先快回來 如果你有什麼 結果 就很少 我好 你 過不去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